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广西的玉林 这是玉林的蓝牛江 这条是叫江冰路 今天我在外面跑了一整天 去欣赏了一下玉林非常有名气的一个景点 叫云天宫 那个造型真的是太震撼了 并且也去了一个网友推荐我去的一个地方 看了一下广西最牛的丁子楼 非常的有意思 现在我要回宾馆了 这个视频带大家去看一下我在玉林住宿的一个环境 说实话单从价格来说 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 玉林这座城市给我的感觉就是太阶地气了 这个地方也被很多人称为农民城 为啥呢 因为它有很多村民的自建房 一大片看过去全部都是 并且这个自建房 挨的都是特别的密集 形状也是千奇百怪呀 有时间了我特意给大家拍一个这个视频 并且玉林这边好像有一家这个骨科医院 非常的有名气 在全国呢 可以说数一数二的了 治骨科非常的厉害 有时间了我也去拍摄一下吧 真的是太热了 大家看一下远方这个自建房 非常的有意思 这边呢 方方正正 然后外面也贴了瓷砖 然后这边窗户也没有装 在这个呢 就有点窄了 这边就是扁扁的 非常的有意思啊 像这种这个楼房建起来的话 也是得花不少钱啊 单单这一个架子 但是为啥这个水这么浑浊呢 我一般住在酒店呢 都是把这个灰给它装上去 但是也是没啥作用 我去 这个还真的是有惊喜啊 大家看一下 一地全部都是从下面这个门缝塞进来 我现在已经到这个房间里面来了 我给大家拍摄一下 这个环境到底怎么样啊 这边呢 是门 然后进门以后呢 这边是卫生间啊 看着感觉还行 然后这个呢 我订的是一个标间单人房 它这边的有个窗户啊 这个我特别的喜欢 看着感觉还是挺干净的 然后这边有电视 这个是有空调的 这个房间呢 我在网上一共是订了三天啊 因为刚开始不确定这个环境怎么样了 就先订了三天 平静一个晚上呢 是55块钱一个晚上 说实话 55块钱 有这样的环境已经非常不错了 在柳州那边呢 像这样的环境的话 应该最小得80左右 大家看完以后感觉怎么样 才55块钱一个晚上 证明这边消费水平的话 应该是不高的 好了 这个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吧 然后这几天呢 会在预定拍摄几天 然后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可以私信我 或者在下方评论 我到时候可以去拍一下 最后呢 提醒大家一句啊 像这种的话 千万别信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